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樣的討知 大漫45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為什麼可以那麼強 為什麼它可以看回不回 當時5天 在15159那天 農資大減了556億 籌碼的穩定性 讓台股扶搖直上 一路的過關斬降 過了季線 也過了月線 連最大的壓力區 5月11號這根黑咖班辣高點 也越過了嘛 所以我已經講過了 過了這一根黑咖班辣高點 接下來準備挑戰前波高17709 台股一定會再創新高 這我前幾天給你的看法跟結論 所以操作態度一定要積極 它如果回檔下來 尤其回檔修正 越接近越線 當然越要站在買方 你可以看到昨天 台股盤衝不過跌了105點 尾盤馬上拉到平盤之上 今天台股再漲白點了 再漲白點 再創新高 看回不回的一個架構 希望欣老師所提供給你建議 你可以好好的掌握 不曉得如果操作了 並肩作戰 安全帶綁好 我沒有告訴你要下車 安全帶就給我綁好 超額利潤 我會一檔一檔的帶給你 昨天環球晶漲了一跌 昨天環球晶是跌22塊錢了 昨天它收盤816嘛 前天呢 838嘛 838到816 黑街棒跌了22塊錢 昨天我們告訴你 我根本不想賣 成本拉開 離月限那麼遠的 一檔機構性的個股 需要8檔嗎 需要減碼嗎 需要換股操作嗎 給你的方向相當一致 給你的策略 低檔有跟我買的 賺取超額利潤給我時間 你要賺波段一定要給薛老師時間 我沒有再跟你做短線 我也沒有再跟你做當沖 那個都是話術而已啊 那都是為了吸引你的目光 去參加會員而已嗎 真正在股票市場上 人大富大貴的 賺到一筆可觀財務的 一定是大破斷的操作 絕對不是每天衝來衝去啊 你說是不是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賢老師 不厭其煩的拿出會員的口訊 來跟你對時對家 證明我們電視上所呈現的績效 就是我帶給會員的真實績效 你看一下環球金呢 賺超過三個股本的矽晶元 可以旺到明年底啊 不是跌嗎 不是超跌嗎 超跌要不要加嗎 當天最低621啊 我加碼在630嘛 沒有錯啊 當天殺身籠籠啊 台股當天壓回了600多點啊 超的利潤買點幅線 630環球金加碼 接下來697 看到7字頭了 看到7字頭很多次都開高走低啊 你會不會想賣 630到740啊 你已經賺了100多塊錢了嘛 想不想賣 開高走低啊 好像要回檔好像要結束了嘛 我哪一天告訴你要做8檔 當環球金 從6字頭站上7字頭的同時 好多次都是開高走低啊 有沒有 結果呢它墊高到770啊 5月21號又是開高走低啊 反正來到74嘛 我說月線會過啊 5月21號的環球金啊 金老師有沒有幫你掌握到未來 5月21號這天 月線是壓力嗎 如同台股的一個架構啊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因為 疫情的影響 跌升反彈 來到月線會壓回 有嗎 有嗎 關鍵性的時刻 這個所給你看嘛 是幫你創造出未來行情啊 是不是 有沒有讓你多賺啊 賺了100多塊錢啊 一定會想賣嘛 黑K棒 開高走低啊 月線又是壓力 當行情是非常強勢的一個多頭 所掌控的同時 任何的壓力關卡都會過嘛 所以台灣股市 有來到是關卡嗎 季線是壓力嗎 月線是壓力嗎 5月11號的一個位置 那高點是壓力嗎 都不是壓力 包括今年度的高點17709 它也不是最高點啊 簡單來講是如此嘛 所以月線會過的環球金 755 要賣嗎 當然不用賣啊 看到八字頭吧 5月20號果然過月線 這天告訴你會過月線嗎 有沒有過月線 有沒有過月線 當天拆檔亮燈 拉出中長了嘛 過月線之後的一個強勢整理 禮拜一來到850 昨天回檔到816 昨天跌了22塊錢啊 我們告訴你根本不想賣啊 買在630的 你已經賺了200多塊錢了嘛 昨天它離月線還那麼遠 你在怕什麼 你需要擔心嗎 有7老師陪你看盤 帶你操盤 你是非常安穩的一個操作 坐在轎上 我沒有告訴你安全帶要細開 你就綁好 到達目的地 我自然會帶你下車 所以昨天的分析很重要 漲200多塊錢 你環球金嘛 先賣一趟好了 成本拉開 我根本還不想賣 沒有錯吧 根本還不想賣啊 今天環球金有沒有大漲 有沒有大漲30塊錢 昨天不過跌22塊錢嘛 今天呢 環球金 850啊 漲34塊錢啊 把昨天這一根黑街棒 怎麼樣 吃掉了 我帶給你那個獲利 會不會超過220塊錢啊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波段行情的分析 所帶給你的是 一步一腳印的一個 操作的延續性 不是蓋起來 我才拿出來碰風嘛 我才拿出來搖息吶喊嘛 對 跌了之後呢 不見蹤跡 或是不敢上節目 是這樣子嗎 我們的一個分析的一個脈絡 所建構的 當然是一檔機構性個股 我們在第一檔區 帶你買好買一買嘛 第一檔有跟我買的 不然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根本不用怕 對我說會過月線 他真的過月線嘛 昨天的回檔呢 憲老師有告訴你要賣嗎 有需要賣嗎 嗯 今天 漲回去啊 所以整個環球金 當然有機會挑戰前波高啊 這麼棒的一個基本面 這麼好的一檔區 極端極性的個股 我希望 那個波段的利潤 不要短線來操作 我講了好久嘛 這波行情 因為融資斷得太乾淨了 所以呢 不要短線操作 你如果做短線太可惜了嘛 一支公票可以賺兩百幾塊 你說你賺二十塊就走啊 很多人是很滿足啊 我知道啊 短線操作啊 賺個一二十塊錢這種高價股 心滿意足的下車 打電話進來感謝 不用謝謝 看節目我說過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 蠻有操作實力的 看節目自己操作 要懂得挺力挺損啊 憲老師的操作當然是 對會員 在盤中給予他們最好的一個 買點跟賣點的建議嘛 至於如果你看節目 跟隨我的股票 不管是賺錢還是賠錢 當然是 你要自我的一個承擔嘛 賺錢恭喜你 賠錢要懂得一個挺損嘛 我的操作也是如此啊 賺錢能賺的 盡量幫會員賺取大波段的利潤 賠錢呢 該挺損就挺損啊 換股而已啊 資金的一個活用 集中在三黨持股身上 要懂得集中化管理 不是亂槍打鳥 不是建議黨挨一黨啊 不然我如果建議黨挨一黨 環球金可能 怎麼可能爆到今天 你說是不是 沿路的過關整將啊 所給你的看法 應該 投票應該看得很過癮啊 看我的節目 應該會鼓掌叫好才對啊 至於你要不要參加我會員 看緣分 看那個機緣嘛 如果時機到了 要參加就參加 如果時機緣分還沒有到 繼續鎖定親老師的節目 當然我也希望 你把我的節目 分享給你周遭的朋友 認識一下 尤其這個啦 節目的一個內容 你可以按一下 這個YouTube的頻道 按訂閱按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嘛 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我的一個節目的內容 不管以前的 還是今天的 還是未來的 即時動態節目 每天鎖定住 好不好 這一黨中美金 環球金的母公司啊 賺一股本啊 一樣啊 信金人忘到明年嗎 那不是超跌嗎 143加碼 5月17號破底了 來到140啊 我說會翻上去 隔天有沒有翻了7.6% 月線會是壓力嗎 漲了一波段的一個中美金啊 月線不會是壓力 不會是壓力的中美金 160還是要買 143沒有買的 140沒有買的 沒關係啊 信金會員我沒有帶你去追高 你應該知道我的一個操作模式嘛 我喜歡在盤回檔的時候 跌的時候告訴會員逢低買進 反市場的操作永遠不會帶會員 胡亂去追高 低點買點浮現了 新進會員不要客氣 所以我這禮拜也提醒新進會員啊 盤中有回檔 切入時機啊 急掌不追嘛 比如說昨天 對 盤中跌了105點嘛 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可以買 台盛科啊 不是嗎 細晶圓的另外一檔 強勢整理個股啊 我說有機會挑戰前撥高啊 因為他這根紅街棒守得很漂亮嘛 是不是 昨天新進會員我沒有帶你買台盛科 今天台盛科呢 只有漲7塊半嗎 好像不止啊 今天台盛科最高 幾塊錢 178.5 178.5 178.5 漲幾塊錢 漲11塊啊 現在頭廟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印證在今天 對我把今天的一個走勢 順便 交代一下好了 因為1.5 即時解辦節目 所有的資料 字卡都在12點半以前 就要準備好啊 所以今天呢 台盛科漲11塊錢啊 你昨天跟我買的信不信服啊 一樣是漆晶圓的啊 強勢整理啊 紅K棒支撐啊 支撐守住啊 準備挑戰前撥高 所以昨天 台股盤中 有沒有跌105點 你可能又嚇一跳 我已經跟你講過啊 有回檔就要出手 月線不一定會來啊 不管是大盤還是一些強勢性的肌股股 那個月線不一定會來 有來 那是你求到的 那是上天掉下來的禮物啊 是不是 所以台盛科 利用昨天盤中押回 進場啊 今天不是大賺了嗎 不是嗎 嗯 有帶你去追高嗎 你給你看 有帶你去追 這個高頂 或是這個高頂嗎 沒有嘛 關鍵性的時刻轉折來了 帶你進場 就從中美金嘛 143來不及買 140來不及買 新會員160卡位 保證一定成交 成交完之後呢 就過月線啊 月線會是壓力嗎 不是過了嗎 過完月線之後的回檔啊 昨天不是測月線嗎 有沒有 回測完會再上 金有沒有上 嗯 今天中美金有沒有漲快半根 今天中美金 創下破斷新高耶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應徵在今天 行情的脈絡 給你的破斷利潤 不是憑運氣 不是憑感覺啊 是不是 賺破斷要有實力 賺漲停板 不是漲停板的 當天拿出來分析嗎 還沒漲停板以前 就要拿出來講了嗎 這樣不真實在 這樣不真厲害 所以對昨天 不管是環球金 還是中美金 還是台聖科 矽晶圓股票的一個架構 昨天我看好還是看壞 嗯 絕對不是今天大漲的 我才來邀請一吶喊啊 相信投票你們應該很清楚啊 所以整個一個行情的架構 看回不回的強勢脈絡 接下來 下半年 展望非常漂亮的電子股 就是你跟我低接很好的時機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日子 好 一日子 反正 周一至周五,非凡新闻通,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股市现场,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国际连续回档两天,今天好像不太跌,涨了八块半嘛,月线会不会来,昨天已经接近月线了嘛,所以整个行情的架构看回不回,其实有回档,盘中给你资讯,如果告诉你低接就低接,不要客气,很多朋友们是习惯在一档那里涨的时候才买, 太多人是这样的操作嘛,但是如果你未来有机会成为庆老师的一个核心会员,你会看到,我常常进场的一个位置,都是股票回档的时候,带你切入,当你收到这样的抗讯,跟着一起低接,好不好,你看太多党个股,我都是如此的一个操作啊,国际被动援近龙头,营收三位数成长,对吧,这不是三位数成长吗,这不是超跌吗, 393.5当然要买啊,对,我没有买在393,我买在415啊,415买完之后,上去回档重挫,反转,超跌的买点,反转的买点,我都给你带到啊,我还跟你讲什么,赚8.1%而已吗,黑鸡棒啊,小黑啊,有没有,十字转折,我说会大涨啊, 有没有大涨,讲完之后,一开盘拆档亮灯嘛,再反应基本面啊,对,股价超跌,所以反应基本面才会拆档才亮灯嘛,是不是,所以我已经讲过了,当天的高点,487嘛,它不会是高点啊,它不会是高点啊,所以我在上礼拜三告诉你们啊,月线会过啊,是, 这条怎么会是反压呢,487都不会是高点啊,月线当然会过,讲完之后,有没有过,过月线来到494,当然也过了487嘛,这样不是100块钱了吗,所给你看法,相当具有前瞻性,不是在自吹自擂啦,能把一档股票未来走势,先剖析给你知道的分析师,绝对是少数股,因为在这个市场上,赢家总是, 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些少数嘛,难道是底下,喜欢冲来冲去,喜欢追高杀低的一个输家吗,绝对不是这样啊,所以呢,切老师的一个专业实力,值得你来借重跟参考,所以呢,100块钱,不会无耻的一个轻易结束啊,才刚过月线嘛,所以呢,礼拜来到511嘛,这样不是117块钱了吗,礼拜二,可以给办,我说他如果有回撤啊,那是送 分题啊,就像大盘嘛,如果有回档,那是送分题,要记得会低接,知道吗,讲完之后,昨天有没有回撤啊,回撤啊,送分题啊,昨天有没有回撤,回撤完之后,我说会上啊,今天有没有涨 所以整个一个操盘的动作,给你的是非常务实,而且非常 仔细的一个盘式的看法,我在分析个股,或是大盘,其实蛮细腻的啊,内行的,你要懂得看门道,千万不要去跟人家凑热闹,每天数不完的涨停,干清合适,对,如果这么 厉害,赚那么多档,掌停板,为什么没拿出会员的抗讯,来跟他的会员对时对价 一语道破,真心话嘛,所以呢,诚信实在,还是千老师的坚持跟原则,你如果是要务实的操作,如果你要享受千老师所电上 呈现的一个绩效,是你的绩效,欢迎你加入我的行业,千老师,永远张开双手,你有问题伸出你的双手,让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我才有 要办法帮你解决啊,否则,你每天,孤方智赏,鸵鸟心态,埋在沙堆里面,我想要怎么给你叫,我想要怎么打三天,爱莫人助嘛,至少,你的问题要丢出来啊,我才会给你answer嘛,我才给你解决你问题的答案嘛,是不是这样,这一档凯美被动员禁的,打到84.6,反转,有没有,我说反转,隔天18号马上反转8.4% 19号跌啊,回之后大涨,有没有讲,讲完之后有没有大涨7.2% 有没有亮灯啊,这种分析才是你要的啊,我们说实在啊,它涨了吗 这种跌,快破跌,谁会告诉你反转 对,跌,谁会告诉你还会大涨 它有没有大涨7%,有没有亮灯啊,那有没有十几% 冲过月线,我说守住月线啊,凯美啊,很漂亮啊 冲过月线,然后守住月线,到今为止,凯美 这条月线还是守得很漂亮啊,守完当然会准备冲啊 其实很多党个股啦,重点跌破月线,幸好是不会担心啊 为什么,通常会是假跌破 我讲过啦,如何分辨真跌破,假跌破 到时候我有开技术班,你们再来听我的一个讲座 所给你看法,凯美啊,一直守住月线嘛 月线守完之后呢,很容易往上走高啊 对不对 反转的买点 十字转折的加码点都给你带到啊 所谓大涨啊,这样不是十几% 守住月线之后,今天还是守住月线啊 所以呢,它只要稍微量冲高到6000张以上 就往上走高了啦 对啊,月线是目前很强力的支撑啊 你看一下郁金光也是如此啊 礼拜打到449 这不是回撤完月线再上吗 有没有,都在月线啊 之上啊,我说会再上啊 结果呢,它从礼拜一的449涨到昨天的498嘛 这样子快50块钱呢 三天的时间呢 看回不回啊 是不是,所以你认为凯美会不会上 操盘的一个经验 告诉你礼拜一的郁金光测完月线就再上了嘛 结果三天就多了50块钱了嘛 所以整个郁金光的一个架构 朋友,今天来到502啊 如果有押回,那是你的机会 波段的利润已经超过130块钱了 如果有回答 买还是卖 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看法吧 所以这个行情看回不回就是那么强 强势波动要强势积极性的一个超盘手法 而不是等待 懂吗 昨天盘中押回了105点,买台胜科啊 有最高吗 今天大涨11块钱的 那不是很漂亮的吗 创意收缴只跌买点5月12号301 5月17号 彻底洗盘的买点还是301 两次的买点都送给你了 上去之后黑K棒再洗再涨 它跌啊 告诉你会涨啊 有没有冲出去 有没有冲出去 从这个位置冲到月线啊 我说月线会过 有没有过月线 礼拜二提醒你不要追高啊 301到376 已经涨了75块钱了嘛 干嘛追高 它会下来 你持股多了可以减码一下下嘛 下来再做结尾的动作嘛 它有没有下来 昨天有没有下来 按规划它会先下 然后呢后上嘛 礼拜二就画给你看了啊 对 庆老师 背山让股票走啊 你要跟得很紧啊 对 先下后上嘛 昨天有没有下 今天有没有上 今天创意还 除息了5块钱呢 今天盘通大涨7 8块钱呢 马上填息啊 想不想 想不想 收盘涨7块嘛 今天创意 除息5块啊 马上填息耶 强势波动的股票 基本面OK 然后呢 又守住月线 当然啊 马上 填息 是合情合理啦 接下来 还有这一段 哪一段 先下后上的这一段 邀请你跟我一起共同来掌握啊 所以另外一档 5G功力放大器的文貌 当时候 来到300 我说收脚止跌强势抗跌 这当然是一个买点 你现在所看到的文貌 今天来到326.5吗 已经涨了20几块钱了 是不是 这是什么形态 要头肩底的形态啊 头肩底的形态 它会对称回档修正这一波 接下来准备往上走高 看得懂吗 所以行情的架构非常的热络 电子股 尤其下半年 掌握非常漂亮一些肌肉性的个股 只要有回档下来 我一定告诉你 站在买方逢低乘接 因为这个行情看回不回 没能不能能不能结束 筹码的稳定性 所带给你破断利润 我希望你一档一档跟着来操作 安全带绑好 安全带绑好 如果你想要赚取超额的破断利润 我让你加入健好商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一起来对死对价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宣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